第二百二十九回,千里傳真,一鑑方堂盔萬象, 忠仙道法,五魂獨像失仙姬, 這日乃孤同了義,李二仁,路過妙相聯前, 各出生物零售,臨確憂心,和義仁分手以後, 姑娘為義仁等接應,為事尚早,反正無事,欲望左近遊覽, 周邊訪查有無義仁再被居住,剛轉歸途,行沒多元, 忽覺景物與妙,好似色未見過,這時方似逐漸出現,天色清明, 四山又無魂無,定精細一茶漢,前面有一極整結清幽的山徑隨隨現出, 分明先有法力禁制隱蔽山形,言此撤去,但有不大一絲邪氣, 料事相識之人有心要見,開路接人,乃孤方想學問, 哪位道有弄此言不去,何不出見,乃孫才著,便聽對面一個少女口音答道, 乃孫子指,你想不到在這裏遇見我們吧,並非鬧什麽緣去, 因後面這一大山形隱藏邊而,不是圓形,並還有好幾層埋伏, 今日才是切禁的頭一天,有好攝手腳,因我急於和你相見, 先把你來路一大金髮切去,所以你生了疑心,請稍等一回, 我們便出來了,乃孤先聽口音甚熟,亡魂發眼茶漢, 卻不見人,乃雨聲此由對面崖上船來,等聽到尾兩句,才聽出事方, 懸疑人,不敢起出夢外,吊之人格還怨,想起最後一次分手時節, 正有許多妖邪向他二人尋仇,自己和妙姑還真了他們一悲,由此失蹤, 旅向正邪各派訪查,並未受害,只無人知道他們下落,不想會在此不其餘, 乃孤看此情景,分明仇人勵害,來此隱伏,不得地荒隱秘,放肥極嚴, 並連山營也都變異,但照以人平日情形,並無者等法力,並且他們的仇的正是洪法師徒,便是虎虎尋仇的那些妖邪, 亦都有遙開崗,紅長炮等妖人勾引而來,因未佔到上風,又欺而人無甚有力思有,以至妖邪愈多,受也愈深,不可開膠,如是悲愁, 這女與紅木嶺 仇人的巢月倫根,你應知道,怎又在此居住,好生奇怪,因二人前世為患難同道之交, 這看還生時偏口又是興妹,以人所借區學本質為好,並且為是興妹也經佛法道化, 仍向原來父母轉劫頭生,所以索性改了興妹稱為,即以此身修道,不復再作別的打算, 原浩所借區學,欺善女生,人本來而生得比方應活潑, 這一轉成少女,益法天真,乃姑比較和他最好,一聽出口音便接口起應道,是小梅摩, 這四年來,想殺我離,這四年來,想殺我離,這四年來,想殺我離,這四禁制劫起來也可懲時, 確難我不倒,你把方向說出,我衝進去如何? 卡下方大哥呢?完浩忘應道,那萬事不得,暫時許患要用它, 你如衝破,我們無法復原,個個正在那裡如洞禁制,無法說話。 你便進來也說不想幾句話,便須和我們同走, 無功夫到裏面去,等一會吧,這就快了,乃故了有原因, 二人要自己同行,事前必定有人指教,也許的概同仇都不一定,此類天真,恐因好有重逢, 喜極忘形,無心中洩露了機密,豈不誤此,笑答,既然如此,我等好了, 這女物以仇敵,你把前面山形現出,不怕被擾人看破魔, 然後笑答,無妨,這只為忍你前來,不得路已縮短了聲, 你一走過便相繼復原隱蔽,回看來路就知道了,不過見面再說,謹慎些好,乃故回故,果然來路已非原境, 而認,宿地而發同時並用,自己被他引來境未覺察, 就說一時疏忍,只顧前行,不曾留意,而這等法力,也著實驚人了。 方沉思問,又聽袁浩笑道,指指你想什麼,你當是我二人本身法力做到的嗎? 方沉思問,果然如此,又不派人了,乃故忍不住道,你倆兄妹在哪裏呢? 怎看得見我,然後答道,我們離你暫處只有八十里,不過中間隔有一座危危,一道橫嶺,所以指指發眼也被遮住了,乃故聽他二人遠在百里以外,中隔危危大嶺, 自己行動神情遠與對面目睹,亦發驚佩不治,正想讚美幾句,忽又聽袁浩笑道,個個停當了,你快來看,乃指指還是哪個醜八怪的樣子? 乃故笑道,乃故笑道,我是醜八怪,你是美人好漢,我給你走個婆家如何? 乃故笑道,隨聽方應學道,乃指指苟別重逢,梅指枕地出言無晚,事已不早,還不快去,大家見面,喜不好笑,還看甚麽?乃故聞言, 財資源好持有隔遠照應之寶,所以舉動形太佳避看去,荒慾還言嘲笑,面前縮地煙藍襲踏,光影散亂,風亂淋獄, 幻燈一般一起變滅,連閃了幾十下,忽然停住,面前頓換了一片景地,景物愈發清雷,還未及細看, 跟著一片精光飛躍,出現一男一女兩個小孩,正是方應, 完後者看重生的惠家兩小兄妹,乃故笑道,你倆見了我來,不即出見,只管埋龍花樣作審,方應答道, 指指面前怎麽賣弄,說來話長,此時必須隨指指望紅目靚去, 這女有小弟初學到時所如哪位先師來的首試,指指一看自知, 我門路上有空再談,方居就在前面危危之上,中夾高臨和一片湖水, 竟還不惡,且等回來再請指指指光光鋼罷。 說時,乃故以把哪先人首試接過,哪首是非白非眷,也不是指, 百如相雪,細滑又韌,光極異常,生平未見,不知何物所制, 相雪,應,浩難其以門,與舊有奶姑恩師命而轉頭我眉門下, 現在同門師子得罪紅髮老怪,奉齊道有之命,前往赴經,但知定數難回,必起爭殺, 命乃故隨後接應,當於本日到達,可在五初將我所設禁制而發轉動, 略見真景,引他趁閒遊覽,一入禁地,再用宿地,而仍以發設禁相見,不必在外等候,方, 懸疑人可速同往,由乃故用宿地而行發,由谷口外入地, 越過妙相聯,浸入天狗平鎮地,鎮中大小石峰,石筍分立如臨,到處有妖人放手,到後無須神秘, 先用天狗精鏡,照見上面隱癖偏遠無人之處,內心後到妖途演習震法,風雷大作之際, 列地上升,以防覺察,再擾陣了闢處隱身,空月過去,鎮中石峰區都象形,七九遺從,數目不同,各有呼應,震法未發動前, 只留神秘開爪牙雙雙向的一面,便不自觸動埋伏,到了紅目嶺, 禁中規時,從心所欲,相機接應,另外並把陣中幾處陣地,出時如何抵禦等情,逐一開始, 乃姑看完,因時神將到,恐錯過妖途演陣時機,立即若同起身,當守時未看完時, 方,原二人已在行法,四外山石臨傳,重又明滅邊患,等到看完雪酒,乃姑一看,已然回到色與異, 你二人分手之處不圓,當地景物仍和前見一樣,隨各全石青幽以外, 也未見有過份靈獸之處,當直尋一匹地,入土飛行,到了地底,方此會問別放, 乃姑才之二人所居,地名碧雲堂,四山環抱,一匯深藏,景絕憂心, 與紅髮老祖所居紅目嶺天九屏東西搖堆,為南京兩處最靈奇之境, 人地太幽闢,非由空中正對下面經過,不能看出,四外大都市雲城危危, 內外隔絕,遠然另一世界,更無可供人居的動月,所以自古未有人居, 指傳授完號道法的雅偉山仙,曾經度過,山仙以法力削崖作逼,在崖崖腰上興建成一座洞虎, 又把全景加了許多報紙,越發成了仙境,駐了百年,方此離去,地名也是散仙所取, 一直多年軍在仙法禁閉之中,便由上空飛過,也難看出來了,前些年,方, 懸疑人吃豬妖且尋仇,追逼太急,眼看危機四伏,遲早無幸,那散仙忽然飛來,說是妖且西城, 二人雖有一二道友相助,但是強敵太多,防不勝防, 久了仍為所算,其世又不能待二人全數消滅,何況所居相隔太遠, 本身又有好聲要事不能離開,突以抽空來此,將二人隱往舊居,令其暫備,勤修道法,以待時機, 散仙隨將當地環崖二百餘里以內,用極大法力禁制忍閉外, 又次了方應兩件法寶,方似飛去,紅木嶺仇蝶相隔須近,因當地在多小年前便經先發隱蔽, 愛官子乃姑息才所經之地,看去境蜜山水似乎靈壽, 與碧村南疆漫區不同,真要窮幽探聖,走到盡頭, 只是亂山雜踏,面然起伏,水惡山窮,寸草不生,任誰到此,也殺賢慶盡而返, 二人由緊守先事,一步不出,所以洪法師徒毫無知覺, 乃姑等三人由地底飛逝,到了天狗坪下面,看准上升之地,且談且等,代了一回,正好意, 你二人在上面隱形通過,到了紅木嶺下,一現身,表面上中妖人好似各自來往,不曾理會,實質震中已是大亂,幾個主持震法的妖人又驚又憤, 斷定敵人不問與乃絲翻臉與否,必頑要由震中通行推出,不等號令,便將震法吹動,到轉門湖方向,有令入伏, 妖人做夢也沒想到,地底環有三個能者,上面風淚一動,三人立即乘機裂土而出,匆匆行發, 平了出口,便朝先事,村震而過,容容異而變到了紅木嶺下, 建議,你二人正在下面通名求見,首庭妖人全不理睬,本來由震都想,徹有金都知禁,不能通過,三人因得先人指教, 乃故事全隱身之法有功力深深,十分神妙,容容異而變由側面繞行上去,因未停立,所以二, 你二人君未看出,三人想人大殿貪看,貞殖累,秦二妖逃在彼蜜商, 德爾斯讀計,有激乃絲殘害來人,並還勾引外邪迷伏在妙商聯山口外面, 必欲殺死二人,如我未結仇而後快,三人聽出今日之事缺無善罷, 醫療完後,當時便要和妖途作個惡劇,乃故因斯命先禮後兵,不敢違背, 意欲迎令對方發難,只先告知二,你二人不必過於自卑,可敬直伏殿前,全聲求見,把敵人主腦引出,看事如何, 在相機應付,哪知三人在上面現形,打手勢,二人只是搖頭不穩,乃故因想,對方多不好, 總算師傅一輩,便少受屈欲無妨,二,你二人明知不行,應欲把禮盡道, 此樣把禮佔足,二日無論對誰,均有話說,妖途立以屈辱,不謂通報, 紅髮老怪心據洞內,正在入定,反正還得些時才出,何不成此行空,去往他洞內規探虛實,便把方, 懸疑人一拉,同往神宮走盡,三人故事膽大包身,行險與疑, 秋巧紅髮者早已實自此,大義一聲,以前為防妖師與七子神魔暗算,神宮內外設有極厲害的埋伏禁制, 自從天狗平設下摩陣以後,不欲門下妖途看幾有欺敵行徑,便將神宮埋伏徹去, 隨洞口金門外立有兩名手持金鍋的時衛繞人外,指示後層洞門, 因直入定緊閉,故三人也沒廢心事,便到洞口,見裏面洞塞幾高大王心, 仿數有多,一切層次用具,驅是金珠美玉之類,到處金碧輝煌,光耀宇宙,端的豪華富麗, 遠勝大王之居,三人暗笑,畢竟是左道旁門,我未先虎賀常不是富麗堂皇, 但視下光簾炎,氣象萬千,哪設者類盡是金銀豬肉堆齊,逐不可耐,又見洞塞千間, 人卻極小,連心入了好幾盡,指每盡通路正門有一執歌時衛時立,不言不動, 遠如石像一般,看著好笑,如塞空設我塔,驅無人居,最後走到一處, 見有兩線金門緊閉,方,懸疑人商量進去,乃故細看門上銀釘, 禁合九宮,五行之秘,忍有紅光浮泛,一想不妥,如要入內,西必破門而進, 紅髮老祖並非好夜,此時在內入定,門上緊閉,豈能無備, 尤其外面如恥空虛,內旅根本重地,心入苦悅, 終須謹慎,何方還有接應義,你異人的重任,凡事適可而止,得而不而再往,便把異人攔住,退了出來,欣賞老怪物還未出見,何不把這全凍子細茶漢一回, 以為反木城愁後,再來除他之計,三人便不由沿路退出,走向秘室,妖道中進,猛撇見右側一間大室,門外邪無迷慢,光艷如血,門前二人士為面貌份愛凌惡,情之有意, 詩走近了一看,原來正是全陣法臺所在,好生驚喜,正欲走近茶漢, 忽聽義正由愛傳聲,與妖途爭論,遲風甚離,話還未完,便見法臺後面食壁忽裂,走出一個紅髮老祖,滿面露蓉,到了臺上,拔起當中一面小番, 上下左右一陣招展,立時全臺妖翻一齊自行移動,血光騰勇,陰風四起,氣障甚是受慘,三人之道厲害, 算計此臺乃傳真宗書,與後洞通連,紅髮老祖以民而正傳聲機遲,定必出見, 繞發十分厲害,身未走近,只在門外遙遺規探,便各陰冷之氣逼人,誰說不怕,到底不到翻臉時後,何苦受人口洩,萬一被他走出色波, 話為妖裂妖法所左,急切金不能走出,既不誤事,想到釋吃累,不敢冒昧,淡妖幻供携一閃,打要走出 便見紅髮老祖將翻炸順看完處。臉帶德爾知識,飛身走出,如飛ấu得前後方向, 閃躲得快,終不自撞過迎面,人在將許以來,也難保不被他警覺了。 三人沒想到對方出得這麼快,倒被嚇了一跳,忘憑氣息,正立於則,等對方出去再走。 紅發者早雖然收到多年,到底出身生人,不脫操毫氣息,一聽宮外來人說話刺耳,心中有氣,不得未留意到別處, 竟連發台外面門戶軍未行發封鎖,指把袍袖一剪,一道紅光一閃,便往外飛去。 三人等他走後,本要走出,二次走過門外,乃姑忽在無心中看出內裡陣發需以發動。 門戶卻未封鎖,可以隱身鬆容走入,陷喘,摩陣中書設在洞內,如非無心找來發現, 既然,只得知道,發台不破,敵人隨心運用,變化無窮,來人走不到終書要地, 憂說破陣艱難,連出陣也非容易,色在陣中查看,石封千百,七九遺從,互相呼應, 可分可合,看虛變化極多,自己從小頭師,變得愛連,出門總成師傀帶同行,極少離開,經歷幾多, 又嘗嘗聽師傅指點解說各爾派妖陣斜發,竟會不知此陣內力明清, 例去可想,無意中探得機密,真乃行事,難得老怪只顧開禁出去,忘了復原,門戶洞開, 一無錦左,正好下手,此時出去接應而,你二人,在旁陷中戒備,老怪能夠臨時悔悟,不遺妖途所惑, 自視著妙,一旦翻臉,便搶先暗入,哪時如將臺上主翻位去, 那陣法至少也要減卻他一半妙容,脫身起筆就易了,主意想好,便活走盡,到了洞外,和方, 原二人偷偷一說,原浩少道,無遂,我們各有一見法寶,名為六甲分光輪,尊破妖艷魔火, 照先事所說,出陣缺可無阻,何必還廢者事,乃孤道,我豈不知缺能出陣,但能省點心力, 卻急老怪添凡,不是好摩,說時,忽聽妖途在臺上傳話, 另二,李二人聽後照見,與聲十傲,隨往殿前規探, 因紅法老祖不比眾妖途好欺,恐被釋破,沒敢接入大殿, 隱身殿門外宗駕後面偷聽,聽出對方受人鼓劃,與本門為仇, 主意已決,任是義,李二人如何委曲,也不可免,心中自是有氣,聽完奸謀,等了一陣, 無甚意思,見眾妖人分來殿中參與,領袖機而,振發已然變動, 守陣妖人來去妥凡,所有能者多半派出,即以全力撕毀,必欲致來人於死地而後快, 三人暗罵,無知妖業,消事便叫你們知道厲害,正沉思間, 忽見兩個妖人飛入殿內,匆匆說了幾句,重又走出, 三人應出事搖開崗,紅長炮的妖魂,適年爭與對敵,知他們和各派妖人來往最密, 紅髮老祖今與正派為仇,更是受了者為首諸妖途的日常慫恿離間所致, 而妖人一個在大家場為怪叫花靈魂雙了元氣,僅得保住殘驅, 大躍身近財經乃師傅苦心製煉,略微復原,不然中約神魂顛倒, 軟如廢人,一個吃六蒲魯早用妖法斬成粉碎,指成生魂徒迴, 看去形體尚未形固,以妖區遭慘惡,依然不知悔改,反而變本加例, 乃姑等三人本就各者以妖人可殺而不可留,方, 懸疑人又加賞到前生的殺身大壽,急於乘機報復,便要追往朝漢以妖人所復進地,以便笑是下手, 乃姑想,對方又心屈欲來人,照見還需歇時,反正無事,以妖人也實可惡,正好助方, 懸疑人報那前仇,立即應樂,一同尾隨下去,以妖人在紅髮門下本內居場, 法力也高,懸疑一個懸神授了仲藏,一個驅體異室,山人中找不到好路舍, 又不願借用漢人形體,正在修煉神魂,等候機遇,法寶又多半失去, 法力也拚非釋比,平日演習鎮法,不時正經臨敵之時,紅髮老祖因他們涉長途,不欲使其傷心, 依然領亂與雷渣指,秦界諸人並立,今日強敵當前,自然覺著異人難勝重任,雷, 群主妖妖妖妖妖妖妖陶,向詩力說疑人法力不濟,恐有失誤,必須調開, 紅髮老祖議員,便即擺二人召來,令其而往後方無關大局之處把守,擺原有陣中腰地,讓與法力較高的同盟, 而妖途全都心紅好性,知覺無顏,又是傷心,又是怨恨,失誓已久,不敢為亦施命,匆匆交代,去往後陣,奮恨之餘,無心中談到當日之時, 黑備三人趕來,把山口外所復教外妖邪以及那些機密全都聽去, 三人知道此時若報仇,將引起敵人警覺,出陣更是艱難,亡退下來,到了無人之處, 乃孤道,我原說呢,震中妖法甚至學讀,不似平日所聞老怪行徑, 原來竟有狗盤婆老妖妖的妖法保在內,並橫藏有本身教中的禮害斜法,把好幾種妖陣設在一起,感化傷身, 怪不得看去那麼惡毒陰險,連陣名都不知曉,照此情形,恐憐二獅子兩世修為,見多色廣,也未必能全看出,別的妖陣中書法臺多在中央,此陣法臺, 卻心藏動內,變化神速圓妖,一經入伏,發動陣法,憂想脫出, 我們三人如非得那前輩先祥指示,祝利案時早來,無心中潛入東中規見法臺要地,出陣以前先做手腳, 只恐我五人合力,再又好惜其真義補,也難脫身呢? 袁浩笑道,只只說得極是,我色彩幻想哪位前輩先師記令我們照書行事, 沒了又有從心所欲,想機接應之言,割著奇怪,原來只此而言, 這一來我們大可放心大膽,想到就做好了,方應道, 話須如此,身罪苦悅,妖振如此厲害,還是謹慎些好,乃孤道, 我聽說妖師神通變化,厲害非常,此陣為他而設, 我們竟能隨意出入,不太容易了嗎?以此來論, 老怪勢出不已,切齒妖振,一切多是借用,並非好行兇惡, 本門師長欲為保存,必有可說之道,否則是此妖且行徑, 終有百,諸已老情面,也早諸六了,我們少時到了洞內, 如全給他委去,狗盤婆不答應老怪相再其痴, 二日妖師來返,如何抵禦,還需給他留下後手,不能盡去呢? 二人方點頭應時,忽見妖途由電中走出,暫向臺口似要發話, 卻先和臺前二廷示位已遇,知有鬧鬼,亡同飛身趕去, 三人才一落地,妖途便傳意,李二人進見, 說完面帶嬌驚之式,朝兩廷示位微笑示意,反身回走, 乃姑了又令示位節約來人,便倒氣把手停擾人禁制,不能言動。 二,李二人也已走了上來,乃姑立現身形, 扮了一個鬼臉,便律方,原二人未除在後, 禁鐘戒備,一直隱伏電愛,直到雙方破裂。 二,李二人用兜律寶散脫身頓走,還要紛紛追去, 至二,李二人有法寶,非劍護身, 至多被困,缺無逢害,便不隨往,敬往神宮內飛去, 三人才到終盡,便見紅髮老祖飛鳥回來, 恐被覺察,亡即被入必失,方想事情也許要遭, 老怪回動必往法臺行法,當著他臉, 怎能下手,正悔色才疏忽,只顧偷看雙方爭論邊臉, 晚到一步,以致下手艱難, 忽見紅髮老祖並未去往法臺,急匆匆照直往喉洞飛去, 一方便已閃過,三人見他行徑可疑, 未隨進去一看,喉洞金門忽然開啟, 遙望門內,有二人同手示,拜伏在地, 紅髮者早已然飛進,金門重又閉合,更無動靜, 三人見當臨敵之際,敵人忽然退回後動不出, 越角可疑,因前見敵人爭由法臺後現身, 列迫而出,以為是由後動走向法臺, 望又回轉,欲望法臺探看, 猛瞥紅光一閃,望即回顧, 只見一片紅光湧著一個老妖人,身配寶囊, 由當中通路飛行,往洞外洗去, 上茅雨先進後動的敵人生得一般無意, 指示矮少了許多,三人這才誤出,是敵人的原神發生, 來人指示兩個後輩,竟已全力相加,好生不解, 敵人已走,動中空虛,正好下手,到了佛臺門外, 先把手門以擾人禁制,不靈出聲行動, 然後試探著走進門去,那佛臺乃是全陣總圖中書運用之地, 命脈所在,幾件向人借來的法寶和那主翻多在臺上, 紅髮老祖本位對付妖師而設,當日也是大意, 沒想到來人不止兩個,另有能手引身暗入根本重地, 又看出義,理義人法寶,非見神奇,如不運用員工變化, 便將全陣發動也難收工,又想,所設陣發共事九層,層層相生,可分可合, 具有無窮妙容,此此後進小輩,自己還有員工變化, 只要到陣中主臺,把頭兩層陣發妙容發揮, 必可成琴,最主要的橫是哪護身法寶,非見,優漢式才義, 理義人通行全陣,乃是一時僥衡混入,自己親身思惟,少加變化, 缺釋不透,無須把九層陣發一齊發動,所以沒留意到洞外陣途重地, 而乃故等三人不知底細,所聽三人之言與煙不長, 認定洞中發臺是全陣蒜紐,還當是無心其餘,立而破那要翻, 沒有想到陣中靈設有八座主臺,只要成規隱身衝到臺上, 將現搬容的一座臺上煮翻破去,妖陣威力便可減去多半,等到敵人發覺, 令將下如六座妖陣連環發動,人已脫身頓出陣去了, 這一來卻鬧了個損人不理己,如非乃故心存忠厚, 又不願為妖師減去強敵,法寶還保留了幾件,不曾毀滅, 不等四九大劫到來,紅髮老祖以無幸利, 這且不提,乃故等三人到了裏面一看, 只見洞外光線紛亡,冷風雜人,氣象陰森, 十分愁慘,法台上大小藩藏,共有四五十面, 翻色深刻,上繪許多白骨枯流,每翻上面各有一個相貌真寧, 色如死灰,空精暴露,直返綠光,滿口白牙上下心裡, 次要佛仁而世的死人頭骨,當中更有大小九個呼嚕頭骨,臨空浮沉, 於陰封尺木之中時隱時焰,下面一個五呎方圓的大圓盤,內盛鮮血,那九個呼嚕只要由隱而焰,盤中鮮血立化血, 碰撥而起,將全台罩住,四壁立被影成了暗赤顏色,其聲似鼻, 似這樣隱然明滅,變幻不止,隨人頭骷顱形相異常慘禮凶惡外,也無甚別的益處, 可視三人那麼高法力,之身其中,景時頭雲神分,心搖木圓,身上直打寒金, 又不得寒無皆立,知道不妙,亡魂元宮,各自震懾心神, 乃姑又將屠龍師太所傳佛光放起,護住三人全身, 見以無害,這才上臺破那珠番,三人驅都行家, 法臺乃全陣蒜頭,雖能於壇子之間變換陣法,發揮陣中妙容, 威力之大,但本身全障行法人主持守護, 疲之極精良的殺敵利器,放置地上,無人運用, 門戶又忘了封禁,效力已實,儘管那些佛氣繞返區有鬼魂憑負,通靈神異, 但是借用之物,威力已差得多,而三人活身佛光又是百邪不侵,無能為害, 法力又高,於是容容疑而變將臺上三面最主要的繞返區, 三人因知這類繞返多與主人靈感相通,一有人破去,對方立即警覺, 震中尚有二人被困,時機貴速,不敢停留,見臺上腥風邪暮隨即並散, 三面主翻以化烏油,立即引營飛出,笑著先事和遙, 紅二妖途所說物語,相互參考,尋到較易衝進的門戶, 有方,懸疑人的保妄護身,直入鎮內,三人先並不知異, 你二人所在,愛觀只是一片迷茫,以為和先前一樣,主翻已破, 吊無甚經人阻力,只認清門戶入內,便可少去阻礙, 將人尋到,及至盡陣一看,全陣已成血海, 心悔色才不能當機立斷,將全法台委屈,以至妖陣仍有如此例外, 事已至此,指好律方,懸疑人各自發揮六甲分光輪,衝破千尋血浪,無限曉光, 故事往前衝去,這時,雙方鬥發正急,震中妖發熱傳發動,四面驅視鬼哭神號, 醫生大作,二,你二人的補光,劍光有食農物的血光遮著,本難發現,事有奏巧, 三人前行之處與雙方相持之處,正視相對,隔得又近,恰好無心臟上,奶姑機智, 既恐妖陣禮害,茫茫血海,無處尋找義,你二人終職,又恐所迫主翻感應強敵,突然跟蹤趕來, 被陷我命,容易受害,又知陣中步步為伏,無窮變化,所以進不多元,更令方, 懸疑人前進不可太急,無需審慎,把各人所有法寶全數準備停當, 此防萬億扁生倉促,敵人忍下毒手,六甲分光輪不能抵禦時,好有一個接替,方,懸疑人方說不回, 乃姑道,你倆兄妹知道什麽,致來嬌敵必敗,我見多了,此陣乃紅髮, 勾盤兩個老怪物的精力合璧,妖法何等危害,此主只能在血海中開路衝行, 並不能破他,入陣不完,所窄門戶又極欺凱,如今敵人尚未遇到一個, 就可大意的魔,以人也覺然之有理,方要應對,忽見分光輪飛光電船之處,前面血光滾滾涌來, 卻又無甚過分阻力,清光飛揚上去,又向四外衝山, 覺著奇怪,未及開口,乃姑已看出有意,心意前面有人, 亡靈異人把分光輪相補光縮短,緩緩前行,又進二三十象, 前面血龍越發洶湧,再行像許,便聽紅髮者早渴馬之聲, 調知敵愛已在相遲,心中大喜,超足疑人去準方向,冷不防晚衝上去, 紅髮老早一心琴觸敵人,因那妖翻並非自己制煉, 中央法台合語這三番不連,被人毀去,豪未警覺,才聽對方有人回答,便見清光若紅, 飛光電魚,窒洗而來,認出了此寶來歷,又聽主翻被毀,又驚又急, 見敵已逃,望著迴動茶漢,自然無心追趕,乃姑等三人也真神速,口中說話, 手中思惠,坐一照面,便將人救出陣去,引營頓走,臨走還使敵人受了一點小錯, 二,你二人聽完經過,讚佩不治,事已交代,如不再與諜人計交, 本可聽其自往我未尋仇,或是日後遇上,再作計交,暫時捨之而去, 無如英傾者口指映劍,乃本門鎮山之寶,必須奪回, 又以師父先書所示,此事不能算了,還有妖途所召來的一世妖人,驅時奉命諸陸,如上是不得輕忠之人,如枉奪劍, 無論明暗,君非而語,同門中並有數人為此租劍,欲追,結仇固然更深,患傷好攝自己人,欲說,誓又不許,端的進退兩難,想不出甚兩傳之法, 欲請偏有所編指時候由其心,提仇工不得。 畢心後習深 adventure 謝! 見他愁急,再三勸衛雪, 老怪喜不知本門寶劍, 外人難於使用, 僥倖奪去, 自必時刻留心防守, 你愈心急收回, 他把持愈緊, 只能欲取孤語, 或是重緩, 或再與他對敵之時, 就出不易, 得以全力收回, 方可得手, 此事不得無效, 轉使驚而, 二生他變, 最好暫且放開, 此事祖師遺傳鎮山之寶, 焰落敵手, 凡我同門, 誰能助使, 不過世界輕率, 謀定後動, 大家從場計議, 想好主義, 再作道理不辭, 英勤無法, 只得擁擁而止, 妖陣凶險, 敵人勢成, 又勾引了好西教外妖邪, 憑者奔轉五人缺難取勝, 但又恐慮同門, 不肯用佛牌傳音告急, 眾人商量了一陣, 仍無結果, 最後乃孤憤怒, 老怪無恥, 聽他口氣網截尊大, 卻強搶後輩的寶劍, 心悔色財沒將他由 勾盤老拳旁那裡 借來莊點門面的 幾件法寶全毀了去, 容他猖狂, 真是可惜, 我想他這來之物, 定必貴重, 好在他那妖宮虛實已得, 輕車熟路, 我們與他明斗, 中掛相殊, 不如由我們用地行法 藉入妖宮, 成極將幾件法寶道來和他援, 老怪借人之物不能失落, 必往無疑, 你們以為如何? 已淨到, 你也大把老怪小看了, 先前得手, 原是老怪嬌狂自此, 不曾防備, 師妹和方, 原二位奏出不義, 皆以操考, 方此得手, 行險僑行, 以事可一而不可再, 何況老怪失了要翻, 何等悔恨痛息, 最後戒備, 自在意中, 又知我們能由地底飛行, 空有妖陣, 全無阻隔, 細筆加緊防範, 弄巧患要將計就計, 陷切陷靜, 有人上吐, 如何去得, 乃孤道, 這也不好, 乃也孤忌, 莫非罷了不成, 我亦明知眾同門一來, 雖不免於有人受傷, 但缺瞻上風無疑, 事又成了定蘇, 難於避免, 所以此時進退兩難, 總想自己的事, 何必連類別人? 師父有爭說過, 當接到法牌全音時, 自家度得量力, 不可無失前來, 儘管定蘇, 也未此不想保存, 我們既知此至上體之心, 下故同門義氣, 何妨故作人定勝天之想, 萬一此行將劍道回, 或是道德他的法寶與他對換, 免去諸同門一劫, 豈不是好, 至於老怪陷正周密一節, 我也了到, 我想成功與否, 自是難了, 失陷或者不回, 或是由我趁熱一行, 也許老怪見我們剛才塗拜, 未必如此大膽回頭得這麽快, 又來一回, 若能天從人願, 豈不是好, 以正元之乃姑發力不在幾下, 有的法術還具尊長, 非己所及, 此行蹤不成功, 失陷上不至於, 少答師妹, 去是可去, 只恐徒勞罷了, 焰為保存在劫同門, 姑且一事, 老怪師徒懇讀, 萬一事有意外, 可足全音告急, 不可自誤, 乃姑隨口應了, 方, 懸疑人也要隨往, 乃姑道, 這回再往, 十九無功, 事更加難兇險, 人多反而誤時, 你倆個不要同去吧, 二人便把保網和六吉分光輪取出帝國, 英勤想起定諸有用, 也要交乃姑帶去防身, 乃姑笑道, 謝謝你三人好心, 我有佛光護身, 自信老怪上莫愛我何, 保網用不著, 我本佛門弟子, 謀尼諸與以獅子自戀七寶不同, 雖可借用, 但是瓊妹非劍已失, 此寶可以防身, 外人多禮去也奪不去, 目前老怪師徒愁心恨重, 又非尋常無用擾人, 萬一尋上門來, 你門人小細姑, 此寶大有用處, 我卻有無佳可, 只將分光輪這一柄與我帶去足矣, 說吧,將輪要過, 三人環要勸說, 乃姑道,我去去就來, 帶頭一訪, 無影無蹤, 以正說, 乃師妹不得法力高強, 人更心慈異氣, 機智絕倫, 沒眼力的人只看他上貌醜怪, 行動滑稽, 實則一身鮮骨, 零獸清奇, 竟易行流, 本門中這等人物真還不多理, 英勤道, 那日我聽齊下指說, 師父對他十分其許, 說是二日成就遠大, 今日二次妖功行險, 我想不會有甚麽差池吧, 義正道, 瓊妹枕地膽小, 憂說是他, 凡這次奉命下山的許多同門, 決無一個中度夭折的, 便是這次該租結的幾位同門, 也不能為擾髮所害, 至多受一次重傷, 並非無咎, 何況攤嘢, 方, 懸疑人前身驅好酒量, 至來挨洞隱居, 見當地花果甚多, 四時不斷, 活中盛產靈、 偶、靈、 池之淚, 閒中無事, 讓得好幾譚味酒, 奶菇酒後, 原浩各取了些, 連同自製的松幹, 順苦, 一齊端出款客, 蕭道, 山據清苦, 煙火九疏, 愧無兼味, 指此幾種薄酒夜來, 請二位指指律味飲用解悶吧, 說吧, 吸二人將酒針上, 匆匆跑去, 又取了些燃窄的鮮果跑來, 英勤雖為失堅受煩, 見二人望進望出, 甚是親切, 元浩更是志氣可谷, 天真可愛, 雖之二人一半遺免自己愁思, 有心造作, 也不由得破岩一笑。 以靜笑道, 主人如此情從, 我們當下的於心可安, 不必多費事了。 元浩道, 我兄妹二人, 因是無私之學, 前生便受許多苦楚, 劫後偷生, 仍是為人, 所學有習, 至今無一成舟, 過去除乃故愛, 連個可共交往的同道之有都沒, 又說是共雲難優斥了, 好容易故又重逢, 由成二位子子總臨下交, 方想日後形象大力換人, 得除三位子子之後, 列入我眉門下, 枕有主客之分, 說起見愛的華女, 以靜聽出二人向往本門, 有心結交, 知二人根氣性行驅是相品, 如為引進, 師傅多半可以混准收錄, 笑答, 便是同門自有, 分居各地, 前往訪誤, 賓主之禮也不漢無, 以二位道有的根氣功力, 只要心向本門, 妹子等三人自然樂為引進, 我了家師也必見許, 怎能為此尋常之言, 便度有心見愛呢? 方, 原二人因那善先以前別事, 曾有二日欲成先業, 必須投到我眉門下, 此可有望, 此事今上非時, 左愛上多等於, 一直記在心裡, 今與乃姑娘有重逢, 刻又轉頭到我眉門下, 同行環有兩人, 更是我眉門下心得師長中愛足望的高足, 自覺有望, 不知我眉選財最康, 教規嚴肅, 門人不敢隨便進言, 三人中, 只乃姑交心, 但事身盡弟子不知能否為力, 心中還拿不定, 聞言不禁大喜, 再三清謝之餘, 又聽二, 李二人談起本門崇政諸且好色奇跡, 君士文所未聞, 亦發歡欣鼓舞, 高興非常, 四人對飲, 雪笑了些時, 又同往湖邊有換全景, 光陰易過, 一訪多半日過去, 英擎心中有事, 想起昨日新初起身往紅木嶺, 今神人沒脫困來此, 中間橫有妖人耿左, 此不照見, 以及陣中被困擔然, 連去帶來, 才止七個時辰, 乃姑走時, 原說不聞此見得手與否, 回來君快, 我吳說似翻一人前往, 直入妖宮, 有時去過的熟路, 人更機智, 法力高強, 怎會去了這大半天? 不禁重又愁急起來, 忍不住問道, 乃獅子狗去不歸, 教人懸念, 二位道友, 可有甚方法查看摩, 方應道, 我二人也正為此犯愁, 那面寶鏡雖能隔山透視, 但不能看完, 紅木嶺離此好幾百里, 缺憾不見, 倒是那位無名前輩先師當初次服侍, 為防萬一被甚妖人識破行藏, 類似侵害, 從山左隔, 事前不能查之, 令在活中設有靈光回影之法, 比較查見得完, 可惜此法全憑自身法力深淺, 已定所視遠近, 我二人功力有限, 即以全力運用, 至多也只看都妙相亂左近, 崖那邊天狗平鎮地一帶, 便看不見, 好在此法語卿會議員學會, 不逢高數二位指指, 而指指法力高深, 且去一事如可, 已靜也早在疑慮, 恐怕乃姑卿迪失陷, 因說出來逃亂人意, 於是無保, 正在心中盤算主義, 聞言起道, 此法我曾聽家師說過, 須不比佛道兩家深光靈珠, 原中視影來得靈妙, 可亦是旁門中一種最高的法術, 然興會記精此法, 可亦傳授, 實是行事, 就是妖公左遠不能查見, 妙相亂一帶此時正有不少妖人盤據, 也可亦查出一些端藝呢? 說吧,便往回走, 英勤見方, 原二人來去形容紅橋飛道, 便問,一水之格, 何須回回廢事? 然後到, 指指不知, 我二人自從前生造劫, 受了妖因暗算, 以成經公之鳥, 皆以無名先師別時爭說, 活中禁制, 非直引人來亦同起身時, 來去不可疏佛, 如此說法, 必有原因, 所以靈輝點時, 不敢大意, 色彩我黨心動, 也許還有景笑要來呢? 說時, 已將紅橋過完, 英勤見他修完紅橋, 又去夢湖行發, 湖中燕光雲氣, 重又明滅隱現, 所說靈光尚未現出, 甚至繁忙, 心中愁急不耐, 暗喘, 自從初來起, 接連數次修劍, 不曾修回, 尿被老怪強行禁住, 無法修回, 這大半日功夫卻未再修, 以此劍神廟和根一自己功力而論, 無論相格多元, 均可由心運用, 修法如意, 任何妖法也難阻止, 不知怎會被老怪禁住, 反正無事, 也許此時老怪見我久無動靜, 忽然鬆懈, 何不再修他一回事事, 想到這裏, 因了定十九徒勞, 也未告之三人, 自左洞前樹下大食之上, 敢以全力思惠, 密運元宮, 招著本門修劍心法, 猛力往回一修, 各著那劍子略受留制, 便即脫了禁制往回飛來, 並且和平日運用一般靈活輕快, 只以脫出敵人掌握, 行跡飛到, 當時喜出夢外, 唯恐逃中又遇甚阻折, 只顧全神貫注在修劍上面, 加緊運用, 仍未顧到告之三人, 正覺劍快飛到, 忽聽方, 懸疑人同聲失驚度, 有人破法, 似有一見禮去法寶, 破禁欲入, 來世不善, 二位子指快設準備, 同時水面上雲氣煙光重又湧現, 眼看布滿全湖, 方, 懸疑人免上立現經方之息, 二正文言, 好生孩兒, 一面亡取寶戒備, 趕往三人住目之處一看, 撇見胡心情波, 現出某許大小一面圓鏡, 全景不現其中, 扣來路山崖一面, 現出大片青夏, 將崖上下一齊擋住, 愛有一道紫紅, 細絕猛烈, 正往青夏想衝蕩, 似要突圍欲入, 急得放, 懸疑人同聲說道, 愛曾禁制, 必破無意, 敵人視甚法寶, 如此例海, 二人言還未了, 以正以看出那紫紅, 乃英勤的紫影仙劍, 不禁驚喜交集, 見方, 懸疑人正以全力思惠, 使那青夏家誠, 異欲阻止, 知是誤會, 急哭, 二位道友, 急速切感, 那時勤會的紫影劍飛回來了, 華方出口, 誓以無及, 只聽遠遠一片極強烈的爆音, 水鏡中青夏景被見光衝破, 化為一天光芒, 飛散消滅, 四外崖上禁制, 一齊化為烏有, 劍光有潮滅上飛來, 以正回顧英勤正在手下靈傑, 密座樹下, 心無異用, 方知英勤突然手劍所致, 恐有無失, 連活上禁制破去, 望飛身過去阻止, 令其援修時, 劍光來勢神速, 以電制飛到, 方, 懸疑人須以看出劍光那英勤之寶, 無如設禁不能太速, 只得索性從施禁制, 先擋一下, 再等劍主人自來止住, 這胡上禁制卻與外層大不相同, 當時燕光潮湧而起, 竟將紫紅緊緊迫住, 不能再盡, 英勤先環筆之外層禁制了格, 各著劍將飛到, 猶如阻力, 唯恐二次又伏失去, 一時情急, 加緊運用員工, 往回猛獸, 剛聽得遠方爆音, 飛劍又復育了, 這次力量更大, 竟難衝動, 以聽意, 方, 願三人似在湖邊急哭, 因爲雙隔較遠, 英勤一心住在劍上, 也未聽真, 又認爲是得實緊要關頭, 不敢鬆懈, 依然加緊思維, 直到義政趕往左指, 方此醒悟, 總算活上禁制賦有善先所留意保, 大有威力渺用, 為事又暫, 彼此兩母傷害, 但那外曾禁制全被飛劍無心衝破, 凡離盡之了, 英勤之事自己事前未說, 無失之過, 心中好生不攤, 不住道歉, 方, 原二人道, 無名先思緣說我二人一走, 這女氣運便盡, 反正事緣, 便除三位子子同去, 無須保留, 由他去罷, 不過外曾監發已破, 近山幾脈忽然呈現, 難保不將仇敵引了前來, 還有乃子, 劍已飛回, 去了一日, 人還未回, 等我們全了靈光回應之法, 大家運用元宮為目, 一同四看一回罷, 以靜之道此法是在水中現一元光, 向天照去, 將遠近地面上景物攝向天去, 在望遠光中倒影下來, 憑著自身功力, 已定所照地域大小, 只要能照到下面人物行動, 便是千微不倒, 此時初學, 所見須事不廣, 以自己的法力, 以日家功勤集, 必能遠及千里以外, 無心得此, 好生欣喜, 忙活英勤一同清謝, 方英道, 色彩因直過護行法, 照麗現形, 水中元光不大, 這還是我二人法力有限, 非將元光放大, 不能看完, 真要到了功後, 只燒一削之水, 史可遠近不然, 大小無不從心了, 說罷, 全了口缺用法, 以靜到力高深, 自然一學便回, 英勤縮根永悟, 也差不多點透, 本事重集, 沒在預計之中, 急於觀察敵中, 立即如法師為, 因湖水中禁制神妙, 仍由方, 原意人為首刊法, 同時一口真氣吹出, 互相靈其招展, 雲光離合, 一陣明滅之後, 波心突然出尺許大一個圓圈, 蒸波若驚, 水花一般往外展去, 越展越大, 仿眼大出二三十像, 光也越發精明, 遠越極大的一輪明月, 浮在湖波之上, 袁浩笑道, 我二人能力指此, 不能再大, 請二指指示演一回, 看還能加大聲不能, 以靜看出二人功力也甚不凡, 有時合力運用, 自己舊事初學, 萬一上前接替, 不能加大, 反倒縮小, 喜不丟人, 便說道, 我剛學會, 如何班門龍虎, 請先查看妙相聯眾妖人的動靜, 說時,方, 原異人也知異, 理異人初學, 難於把握, 誰將先法發動, 由郭運用員工, 手俠靈揭, 往上空一揚, 光中本是通體空明, 立時現出許多景物人影, 四人一同往下注視, 所有近處三百里內的景物, 驅現其內。 二, 李異人昨日往紅木嶺所經山林泉石, 力力可授, 方在讚佩, 方, 原異人已將先法吹動, 光中幾密便去卻三面, 尊往妙相聯路上而去, 眼看雙隔妙相聯不遠, 二正一眼皮見光中燃出二三十度光華, 在空中交直惡鬥, 認出內有自己人的劍光在內, 大吃一驚, 忘憲三人一同仔細便識, 果是一夥男女同門, 各是飛劍。 發寶, 正與十餘個妖人在妙相聯附近谷口外空中虎鬥, 不分高下, 谷中另有數十妖人, 駕馭大片妖妖妖光紅雲, 蜂擁而出, 渣看事, 敵人似乎西子教成, 自己這面, 看出有金蟬, 尼、石山、 欣根、 欣對、 義鼎、 義震、 司徒平、 秦韓岳、 楊里、 陸容波、 廉洪藥、 李文恒、 向方淑等共十三人, 既無奶菇在內, 以淨療之奶菇失陷被困, 用佛牌全音告急, 將這詩同門引來, 牌尾用過, 不知自己牌上怎無感應, 又覺不像, 匆匆不下茶看妖人是誰, 立命方, 懸疑人行法徹禁往緩, 英勤因乃菇為己而去, 愚法情急, 就這幾句話功夫, 方, 懸疑人正在修法之際, 二, 李疑人目光到處, 又發現徐唱和, 如英南, 新若蘭, 吳梅, 翠耳, 莊耳, 臨寒, 嚴仁英等十餘人, 三三兩兩由各方飛來, 加入作戰, 雙方亦發成了混鬥, 滿天空驅事見光中魂, 曝光照搖, 妖雲迷慢, 邪艷騰空, 看虛月發驚人, 以靜靜趨方, 懸疑人急速修法, 懸光佛人, 雲氣翻舞中燃出紅橋, 四人望由橋上飛過, 方, 懸疑人匆匆行發福感, 便同飛空中, 急吹吹頓光, 枉妙相亂趕去。 二, 你二人飛出不遠, 遙望雙方惡鬥荒陷, 妖人和一失原有的左到妖邪正在紛紛相亡, 自己者面處還無人受傷, 二是兄弟同家新得回的九天十地匹魔神疏, 電磁聲飛般上下衝突於妖光斜焰之中, 如入無人之境, 連紅藥, 香芳屬, 如嬰南, 嚴仁嬰, 金蟬, 石生還有後到的臨寒等, 各有二寶先劍, 也軍發揮威力, 活躍陣內, 妖人中也頗有能者, 無如高下不齊, 強的衰能自保, 弱的相差太深, 自己者面, 卻無一個不濟的, 至少也能發揮本門飛劍, 足可防身, 並且對方只要有法力稍強的人趕來相鬥, 立有能手上前接應, 敵人卻是極少互相接應, 一干擾人尤其空野成性, 不知盡太對, 一未死平, 空志愈殺愈勇, 毫不怕死, 今不絕衷同門劍光禮害, 發寶神奇, 一被袖住全身, 立即了象, 不視血肉之身可以硬抗, 拼命白死, 全無用處, 所以傷亡最多, 就四人目光到處, 已有四五個妖人和兩個不經見的妖婦, 被自己者面腰斬, 隨著被見光搞散的妖光且氣相繼下落。 二, 李二仁瞭之佔觸上風, 不禁心起, 望吹頓光趕上前去, 眼看快要到達, 猛右撇見最前面谷口內, 又飛出一大片紅光, 光中燃出三個妖人, 為首一個正視敵人主怒紅髮老祖, 隨行二妖人, 一個不曾見過, 一個正視妖人中的之囊妖途巡街, 來世純粟異常, 身後谷口內妖雲滾滾, 邪無迷慢, 突突往上空無喜, 也似狂逃一般往谷外湧來, 吊之後面援兵不再少數, 已靜之道紅髮老祖元公奧苗, 不比尋常, 有有化血神都, 狠毒無比, 眾同門多半不是對手, 心中一急, 噪光迅速, 殺那趕到, 就在這前後望見的不多一回, 敵人想視看見相望眾多, 知道先前已像人多, 全力相拼的主意實在吃虧, 以言改合為分, 由雙方混戰改成了足對而施殺, 但視敵人能守無多, 眾同門非見法寶神廟非常, 要發盡管惡毒, 不能侵害, 少一疏忽, 變為金、石、 鹽、 臨、 臉、 香, 以諸人所相, 妖人中幾個能守見世不知, 勉強分頭尋對, 將金、石、 鹽、臨等最厲害的幾個敵主, 也緊能自保, 占不得師豪便宜, 又厲害的是今, 石二人與蓮洪若在我未開府之初經後先賓時遇到英武師徒, 覺得了一套萬爭義寶, 又經英武師徒先發從連的狗狗修羅刀, 家賞而是帝興的九天十地匹魔神疏, 滿空飛舞中環, 威力自大, 起初擾黨人多, 自知法力不濟, 便由那法力較高的各自量力, 尋找對手, 單斗獨戰, 刺一點的, 便三五人做一喜, 分開去向新若蘭, 秦韓岳, 司徒平, 莊義, 吳梅, 崔耳, 李文漢, 欣根, 欣對等人合力應戰, 那至今, 石二人機智, 看出敵人改合為分, 意在避免傷亡, 想把自己這面能手伴住, 分頭量力拍詞, 以代谷中救兵出來報仇, 心想, 對方無一善慮, 這火外來的妖邪更是罪惡如山。 早該諸陸, 和他們有甚客氣, 反正大仇義傑, 落得殺他一個落花流水, 去吊一個是一個, 心念一動, 知道和自己對手的妖人隨他不易, 平白將法寶佔住, 望向石生一聲暗號, 分出壁裂, 銀河三劍, 連同七收劍中主劍天少, 先是四道劍光合力分斗兩個最厲害的妖人, 同時卻把兩套五十四口修羅都向哪人多之處亂飛過去, 也不指定對誰, 忽東忽西, 得規便即傷人, 連紅藥看出便宜, 跟著一殼讓, 三套九九八十一度血染金光, 電池紅飛, 滿空膠蛇, 一干擾斜枕按得住, 入房又傷了好幾個, 紅髮老祖正在神宮以內重年鎮發和新得來的那口子影仙劍, 忽接妖途警報, 言說來了六個幼童, 驅視我微門下, 在谷口外與諸同門和一些外教中都有相遇, 因對方出口傷人, 將狂態甚, 動起手來, 不瞭敵人年幾歲又, 竟是妙一真人之子金蟬。 法寶, 非劍勵害非常, 細頗不知, 請師父即速出去, 紅髮老祖恩子應自寶不其而得, 忽起貪心, 想修為己有, 但之我未派非劍軍與身心相合, 外人罪不易收用, 何況此劍乃鎮山之寶, 神物通靈, 智能變化, 初到首時, 如非員工禁制把持得緊, 幾次都要被他爭脫飛去, 在尚未制服, 並刺心滴血通靈之前, 一時也鬆懈不得, 又不知妖途所說是否屬實, 以為區區幾個我未後輩, 何值親往, 不願寫劍出敵, 便令雷渣子先略途中出去接應, 那知對方的人越來越多, 竟被傷了三個門下, 外人來助者上不在內, 不消多時, 連接告急警報, 直說是我未派已然來犯, 這才又急又怒, 心想飛出不可, 那只認劍自從初得, 被劍主人連收了數次之後的大半日 卻不見動靜, 此時大在身旁, 一個不巧, 就許得以復實, 與不帶去, 用法力風禁攻中, 是否能夠制住, 不被迫地飛去? 也還難說, 正自尋師慈疑, 就在這對劍尋淫之際, 黑口英勤一時情急, 又是修劍, 只認原是神物, 如非被大法力禁制, 主人不修, 也自非回, 這兩頭一臭, 立時脫手, 破逼而出, 紅髮老祖民部分急, 深神已分, 那劍又久無非起之勢, 未免疏忽了些, 就出不疑, 立被遁走, 當初英勤失劍, 原為神諸定諸, 劍失主語, 紅髮老祖法力又高, 才得成極奪去, 是熟臭巧, 否則我未非劍與人共存亡, 除非將劍主人殺死, 或能當時收去, 久了, 仍然難保不被我未主長老收回, 憂雪子影神物, 便是差一點的飛劍, 只要對方身劍合一, 全力運用, 愛人也收不去, 劍以飛頓, 再想芬化完神, 追禽回來, 如何能夠, 何況去世端的彼殿還快, 紅髮老祖手指環被見光爭脫時離斷了三個, 靜津中, 亡中頓光附雙追出, 只見紫光已然穿陣而過, 遙見一絲行影, 略閃即末, 同時, 妖逃又來飛步, 雪時傷亡愈多, 引他入陣受琴, 偏又狡猾, 連谷口都不飛進, 師父再不往緩, 直非慘敗不可, 紅髮老祖亦發怒火中燒, 無如手指斷力, 必須立時接上, 這橫象著法力高強, 防禦得快, 稍差一點, 連身手都未能保存了, 奮極之下, 匆匆回宮, 用法力和靈藥將斷指接上, 方此略了如眾出來接應, 眾妖途中秦界罪是鬼詐, 先聽警報, 知道谷口外迷伏的教外妖人頗多能者, 警匯不敵, 可知禮害, 又聽傷亡甚多, 越發膽怯, 假裝在旁吹師出戰, 立以徐定乃師, 一步不離, 見全部逃黨徐曉逃中著留少數把手, 以防敵人入陣營敵師為愛, 全都出戰, 方此徐同飛出, 至以為巧, 那支營租慘死, 那戰場雙甲谷口若有二十餘里, 以正和紅髮老祖欺虧同時趕到, 想起紅髮老祖法力高強, 遇全戒心, 雙方情勢多半不能兩立, 反正成仇, 又是強敵當前, 上來便打了先下手為強敵主義, 因四人頓光聯合同飛, 形跡已露, 敵人當已看出, 以正忙足英勤, 方, 袁三人緩上, 接把身形隱去, 還未到達, 便運用員工, 崔頓急洗, 經由戰場上空月過, 趕在今, 石豬人之前, 本意是和上次一樣, 冷不妨將未摸彈越老和泰越散光軟二保並絲, 先欺負紅髮老祖一個大錯, 一眼皮見對面紅光中擁著三人, 當中是紅髮老祖, 由哪一個正是哪最可活的妖途巡街, 知道今日之時, 多半有淤淚, 巡移妖途為首古惑那絲而起, 不由激發數日則惡天性, 百亡中, 已正取出烏金芒, 連同圓池二保一齊發出, 先是一粒散光軟, 飛向紅光之中, 只聽一片極劇烈的爆音, 發作半天光雨, 將敵人身愛紅光激散, 緊跟著右手把滅魔彈越老一子, 飛出三點精光, 分向對過三人打去, 同時左手發出烏金芒, 尊朝妖途打去, 唯恐一激不能致命, 竟連用了三斤, 妖途就出不宜, 忽見身愛紅光震散, 心中一驚, 一點星光忽又打到, 敵人影子未見, 竟不知那裡來的, 如不忠備, 也還未必變死, 只因人太好考靈活, 百忙中各著妖師難恥, 忙中妖頓往後頓去, 說時遲, 那時快, 但月老何等神速, 左肩仙被打中, 經季亡魂中, 眼前似有極細兩三絲烏金芒影一閃, 三斤烏金芒同時打中雙木命門, 其痛轉心之下, 神之一分, 但月老光也恰同時爆發, 全身爆裂, 連營神一同鎮山, 當時慘死, 殘屍紛紛醉地, 畢竟紅髮老組員工奧苗, 法力高強, 才出谷口, 撇見的勢十分強勝, 所有法寶非劍, 規矩極大威力, 以自己這臉, 業以傷亡多人, 雖形苦鬥未退, 簡直高下懸殊, 不禁又驚又憤, 正打算出其制性, 雪糞報仇, 頓光已飛近, 敵人未及開口發話, 猛角有極微妙的破空之聲從對面飛來, 方料有人隱形暗算, 一團酒杯大小的精光突然迎面飛來, 世紀神速, 更在紫尺, 望放飛都抵雨時, 三點韓星又已飛到, 這兩件法寶, 均有其特妙用, 愈與硬堆, 受害愈重, 散光遠鮮已爆裂, 紅光立被鎮山, 雙癡和義, 你, 周三人見面, 上個彈月腦的厲害, 知是以正所為, 無極之下, 知到不妙, 忘思法術, 想連以妖途帶了先行頓開, 避過來勢, 再行報仇, 哪知妖途群戒膽小協敵, 先行中途, 時機又極迅速, 不能稍遲, 一面衝衝帶了另一妖途飛起, 一面施展法力底的時, 三點韓星常次爆發, 兩點韓星將先放出的一口飛都震碎, 另一點韓星打中巡街, 全身散裂, 化為一片血肉碎骨, 慘死聚落, 認神佳滅, 當時路發千丈, 一面黎聲勞渴, 途兒門與眾道有速退下來, 當我殺盡我未這些小狗男女便了, 說是遲, 哪時快, 紅髮老祖本以頓出老縣, 與聲裁著, 人便單身飛回, 守陽柱, 先飛出一片黑煙, 仿眼報滿遠如一島高雨天齊, 其長無濟的煙場, 橫緊空中, 紅髮老祖新營縮地隱去, 以正二次連用散光軟和彈月腦打去, 哪煙無濃厚非常, 生生不已, 略微震山, 便自復原, 方角不妙, 忽聽頭上微風勢然, 似有一片彩影飛躲, 情之來者不善, 行跡被人規破, 再隱以無用處, 且與眾人聯合, 再作計較, 剛剛現身中退回來, 眾妖人以互相呼嘯, 紛紛往煙霧中飛頓迴去, 紫聖三人被劍光法寶伴著的尚未頓迴, 另外還有兩個勉強爭逃的, 慘死於修羅刀下, 以靜遼定敵人必以全力相拼, 要發陷算, 不可輕時, 見眾同門雖未十分窮追, 但仍在合力誅殺殘餘, 英勤、方、 袁三個, 也已加入作戰, 驅都面現得意知識, 恐縱無備, 輕敵受傷, 忘渴, 諸偉師兄姊妹, 小心戒備, 幽忘師父奮戒, 眾方同聲徐英, 忽有聽空中黎聲渴道, 你們三人不必經方, 拼手一時苦難, 待我取眾小狗男女性命, 與聲財法, 那橫耿天伴的一片妖煙邪霧, 立即橫捲過來, 將眾人圈在當中, 上下一齊遮抹, 眾人見眾妖人紛紛頓逃, 望紙飛劍追趕, 吃黑煙阻住, 正代運用飛劍, 發寶將煙中散, 一件煙牆包圍過來, 不約而同, 一齊發動太月神雷, 數十團雷火匹烈連星, 剛剛發出, 四外黑煙中忽射出素白團鮮艷無比的彩光, 兩下刻好形個正像, 吃神裡一陣, 立發成千萬類彩絲爆裂開來, 戰與一般朝眾人疑去, 眾人不知彩絲來歷, 有的自此身與劍合, 諸邪不能近身, 仍想亂發太月神雷, 將彩絲黑煙入齊擊滅, 有的更以為自身法力高強。 法寶神妙, 對於紅髮老祖環有一點戒心, 防他員工變化雙人, 將者等妖煙邪霧, 無足為雷, 皆以雙方神雷, 妖法同時思惠, 詐漢彩光, 此被神雷擊山, 和適破妖人的法寶, 非劍一揚, 隨意靜, 李文漢, 陸容波等三四人得到年久, 經歷較多, 覺得不妙, 望用法寶界備外, 如人盡管近來精進, 法力高強, 更多不曾見過這類妖法。 年聖之下, 十九興迪修佛, 那彩詩來世又急, 等各出彩詩有意, 不此被迪妖且法寶一散即滅, 心念微凍, 亡即抵雨時, 葉爾紛紛射向身上, 吃劍光法寶一蕩, 又化成片片輕煙爆山。 彩詩本是世極, 化煙以後, 越發稀薄得幾非目力所能看見, 四外遊區都黃無分尋, 眾人雖連就為目, 在見光雷火影處, 也只看出了一些有彩色的殘行斷影, 浮於空際, 眾人方以為妖法已破, 無足為害, 就在彩詩爆山之際, 忽見一前頭形似封車窒轉的清晰晶光, 衝破煙層飛續追來, 後面緊隨一圈佛光, 佛光終然出賴孤, 入手指定清光, 標倫殿電魚, 才一飛到, 便高升大學, 此時老怪五魂桃花像, 不可令其瞻身, 快隨我走, 說吧, 搜陽柱, 飛出一片金色長雲, 發出萬千金古之聲, 朝當空急聲上去, 光照處, 撇見紅髮老祖同了三四個妖人, 正由黑影鐘往下降, 吃金雲一擋, 方不敵地往空頓去, 這女眾人聞言, 方在景角, 已有好幾個猛聞到一股強烈的聲聲意味, 神之一迷糊, 便已暈死過去, 尚行敵人為金雲所左, 未能近身, 行免獨守, 但人已往下墜落, 眾人忠子秦寒惡恩在通行火窄元關之時元氣受傷, 剛限修煉復元, 知道對方強敵, 師長又說自己多災多難, 深深計句, 又欺負好姐妹二人分手時 直指寧見她可憐, 把尼塵翻交她大在身旁被過緩急, 先還隨眾整能, 自從紅髮者早一出, 便看出形勢險惡, 打定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的主意, 早把尼塵翻取出, 和師徒平聯合再一起, 一見黑煙為攏, 對方又在飲空中怒喝狂言, 未等彩光爆射, 先把尼塵翻訪洞, 將自己和師徒平罩住, 所以未受傷害, 後見彩師戰與門空亂飛, 又看出幾分不妙, 望吹雲藏疾飛過去, 連鄰近的幾個男女同門也被活住, 而是兄弟是因自己法力交淺, 乃無六分先娘為清清由開府會後臨去時節, 再三丁足小心, 始終藏在九天十地被魔神疏以內, 滿空追逐, 不如機會輕不出手, 稍見不妙便連頭也不路, 以致幸免於害。 二、李、方、元四人, 早因二正一說, 全了解心, 本在一起, 二正一見神淚去破敵人採光, 我自己散光軟, 但月魯爾寶相似, 便知是禮害妖法, 望將兜律寶散放開, 欺負好臨寒, 嚴仁英、李文漢三人 離得最近, 彩詩戰與一般, 望飛過去, 連三人一齊護住, 患有向方淑同了念洪若也雙雙飛來, 被二正一兵用寶傘罩住, 只有金蟬、石生角鬥一個妖人, 相及寒惡, 而正最遠, 惡李本極危險, 秦, 二諸人仙也未了到如此厲害, 只為敵人話說得太大, 必飛而語, 作有秘無幻之想, 及見彩詩忽又爆散成煙, 幾於消滅, 還而自己識不透內幼, 膽小多淚, 實則無甚伎倆, 有兩個幻想奮身出去, 手中神淚以賢寵又發出, 猛撇見新若蘭, 垂長和, 莊爾, 楊李, 吳梅, 垂耳忽然相繼運島, 外面如嬰南, 陸容波爾人在石生左近, 因對在金蟬左近, 雙甲俱緣, 不及救援, 金, 石耳人既恐鹿人也為妖法所傷, 有料定敵人決不將人迷倒便罷, 必要同時猛下獨手殺害, 眾邪諸人情勢萬分危急, 只得就近向前搶護中斜豬人, 說時遲, 那時快, 就在豬人紛雲下墜, 乃孤手上長雲飛起。 二, 秦二人各催寶光想前搶救之際, 忽由金蟬空前擊射出兩道精藍光華, 跟著一股清氣蓬勃而起, 仿眼大約數謀, 欺負好連恩是帝興一齊籠罩, 那藍光初出, 才子酒杯操勢, 愈禍外愈大, 對手擾人也同時在清氣籠罩之中, 本未運到, 因見對方出敵, 忽由藍光迎面射來, 以示一見二寶, 一時膽氣, 望捨飛劍盾備, 今時遠遠用霹靂, 天笑三道見光, 將妖人連同所用飛劍, 發寶一齊伴著, 不能替身, 欣聽乃姑大聲疾呼, 久之五雲桃花將其獨無比, 又見眾同門相繼眾邪, 心中一驚, 不顧殺敵, 也未想到空前已保, 和眾邪諸人一樣, 亡切天笑劍迴遇, 妖人還當者是逃走機會, 那知如果不逃, 同在寧叫三仙玉虎神光之下, 還不治死, 這一頓出圈去, 立為毒煙所中, 被聞山腥之味, 立即暈死過去, 紅髮老祖原因妖逃傷亡眾多, 徹此仇敵, 先想將自己人撤退, 再行撕慰, 不料敵人厉害, 好幾個妖途和外來妖人驅吃飛劍伴著, 投鼠忌氣, 略一次緩, 人又撤退大半, 被伴著的人世子更沽, 仿眼又備仇敵殺死了幾個, 無嫌沸沸騰之下, 因此有千年河花所練靈藥, 專治獨張, 可以起死回生, 景片著連自己人一同下手, 等將敵人毒死, 琴到生雲, 再行救治重生, 紅髮老祖身起胸中一看, 仿眼功夫, 殘餘的幾個比較法力較高的頭代弟子, 又有三人受錄, 只徒回了五人, 還有一個快要遁出險地, 迎吃修羅都追上殺死, 下面只剩三個外教妖人與敵死併, 脫身不得, 亦發怒極, 深橫之下, 更無顧忌, 一面把黑殺網將眾圍住, 同時發動五魂桃花杖, 一面運用員工變化, 準備由空中飛下, 攝剪化血神刀, 將仇敵一網打盡, 攝去生雲, 練法報仇, 那五魂桃花杖乃南江匹濕污衛滅砸中, 千萬年淫獨之氣營極而成, 自經雄法老祖苦心收集, 煉成以後, 威力更大, 具有靈性, 能合能分, 不可思矣, 風雷烈火君所不能消, 哪怕激成粉碎,只剩殘恨淡影,幾非目力所能辨識, 與不修回,依舊物暴空中,決不散滅。 一不留心,誤形妖法已破,立被暗中飛來侵害, 憂雪侵入五官七竅,不能逃死,便佔了一點在身上, 也必穿身入骨,不過緩死些時,終為邪毒所殺, 除非當日得到千年賀花,十九難於活命, 哪妖人明知此保賴害,也是惡觀滿營,見彩詩已刪, 沒有留意,又以為紅髮老祖決不會傷害自己人, 敵世太強,急於陶頓,等聞到毒氣,方想不好,以失之覺, 紅髮老祖又被金雲驚退,未得下降,今時不再驚巨中, 猛想起空前欲虎苗,心中一起,撇見妖人遁出不遠,忽然暈死, 如何肯容?手指處,天笑劍從由電射飛出,迎頭下落, 妖人絲身還未聚地,便被斬成兩片,石生在開虎魂狀上, 和金蟬同時鎖的三個金牌,原由乃無六容波克他陷在所大觸發金貫之上, 發動更快,二寶軍極靈異,金蟬空前寶光光射出去, 石生頭上金光已如一座金山勇起,容波,英男離得寂近,人有機境, 一聽乃故急呼,養見石生頭上金光,望捨所斗妖人飛去,妖人立即中毒暈倒, 吃二是帝興趕來,一飛拔打成一團血肉墜落,和石生對敵的一個, 雖未遁出中毒,但吃如英男忽然飛近,南鳴離火劍紅光一搖,立即腰斬, 奶姑早有準備,比二,秦二人還快,口中報警,一見自己人中毒暈死,早搶先趕來, 佛光報將,疾如閃電,往下一沉,飛迎上去,將空中下落的身約蘭等六人合好一齊接住, 眾人也自深刻,這妖心顧問時,奶姑一搖手勢,熱靖等亡跡分別飛入佛光之內,將六個死人接過, 乃姑喝聲,快走,手起柱,白象清晰光輪重又急轉,向前開爐,方應見狀, 忘腸向前,也由手上發出光輪相助,眾人緊隨在後,一同發動太月神淚, 在威前衝,清光所到之處,前面黑衣立此狼滾逃分,四下飛散,衝動開一個大洞, 一時雷火萬空,連珠癖烈之聲,震得山搖地洞,火眼衝到圈外,正往前進, 乃姑回顧赤雲如艷,半天佳雄,由後面上空曼天蓋地,潮勇而來, 乃姑知道靈府金雲已被看破,望渴,九天十地匹魔神疏速往地下開爐, 省俄行發揮時,二頂,二振文言會議,立將疏光往下一衝,地面上立即列開一個大洞, 當先飛入,乃姑人了眾人,一同飛入,二振等一行四人,同了金蟬,石生斷後,二振先用敢法將地月入口掩蔽, 事先並將上面地形變異,令最後左面力一大洞,以亂敵人目光,防止意外,眾人有神疏開爐,乃姑, 以正和南海相同有都各徵地形之術,從旁相助,一直入地四五八象,方似向前急駛, 紅髮老祖和眾妖人先被甘雲驚退甚圓,等到發覺為幻影,知道想當,暴怒趕來, 遙望數十度鈍光由空下射,算計仇敵又用地行之法脫身,急怒交加,趕近一看, 陣中三妖人全遭慘死,一個也未得活命,離煙為我不遠地面上,有一句動, 好似仇敵逃得太急,無下掩蔽情境,當著一肝殘餘的妖人逃擋,愧憤交加,急怒攻心之下, 紅髮老祖知道這聲我未門下須事沒學新進,驅都法力高強,不可輕無, 來而的人數有如此眾多,分明奉了師長之命,有心為仇,對方這聲師長,更是正教中的官面超群人物, 方直開府之此,尋常下山行道,尚且要命門人通行火紮,十三限元關,經過極嚴厲的考驗,方獲運準, 那麽雙方承受,必早了定,寄命大舉,如何肯令出來雕人,必有準備無疑, 後面懷有極高明的老輩人物要來,都不一定,紅髮老祖原是偏愛門人過心, 以遠心活,受了眾妖的包圍古惑所致,此舉本出無心,雖然妄自尊大已慣,經眾妖途一古惑, 把前次無心無犯之事,認為其此大獄,立意要把來人責罰一頓,本心緊想一搭一放了事,面中門人不服, 說自己畏懼我未,並未打算把事鬧大,那支手段過分,激起反抗, 中妖途再一次勢不知進退,逼得來人難再委屈求全,連在陣中殺死多人, 鬆容地頓逃去,敵人走時,自己還擊負受傷, 因恐對方有一刻聲在內,強引怒火,正在宮中統籌全局,已被報仇之計, 不了對方膽大,竟又尋上門內,這次竟連門人大外嚇,傷亡更多,敵人雖傷了幾個,又吃夠走, 一個也未琴到,起初是以為自己理直氣壯, 縱然對方為窄其門人不快, 既令上門附經,以日也環有此可戒,不止為此反目, 這一成仇,想起對方諸長老的利害,不禁又急又悔, 無如仇遠以心,西成且苦,再也說不上不算來,有心入地追趕, 有恐仇敵鬼計多端,故意留此破綻有敵,對方所用那些法寶,非劍,色彩由刀眼見, 幾乎無一見不是欺世其真,終有好些輕易都見不到, 不知怎地回遂一門,全被對方修羅了去,自己須有神通變化, 但地行不是所掌,比眾我寡,並有先後明暗,有意無意之分, 又帶著好些同黨逃中,地底不比天空,可以任意中魂,萬一有忠愁地欺算,自己雖然無礙, 再被殺傷多人,更是難堪,想到這類,略一愁儲,如覺得惡氣難笑,口中個牙一錯,頓生讀念,立即施展妖法,把腰間皮袋對著月口,行法混用,將手一指,便有一般 半採煙由皮袋內戰一般往月中擊射進去,若有半盞茶時, 古樑五魂桃花將毒煙熱傳放出,對方無論飛行多快,也可追上, 因有法力補助,到了地底,色彩傳人,至微微有點氣味,等仇敵民到發覺, 若已中毒慘死,這才住手,紅髮老祖總算天性不惡, 聖露之下,尚恐流毒無辜,放緣便將地月封閉,親身守候不去, 雷渣子和兩妖徒看出便宜,幾次請師傅暫且回山, 願待守候,紅髮老祖對這幾個有本領的徒弟須極種愛, 卻知他們性非純善,又喜與二派妖人交好,別的君可言聽計從, 獨對於這五魂桃花將,化血神都兩見法寶,因過於陰毒,為收道人的殺聲, 恐其容易為惡,缺不傳授,也缺不輕喻,所以依然守候不去, 待有個靶時神,姑娘多快的地行人也可追上,心裡華納馬,小狗男女, 弄巧成絕,你想有我想當,我卻用法寶,法力取你九命, 有這些事,就算發覺得快,仗有其真摯保防禦,以示出意外,也缺難防, 必有多人中毒生死無意,異獄將毒煙收回,然後查看行跡,是全數中毒, 還是死了一些?施首是否被人救走?紅髮老祖便把月口打開,自己一收,好象被大力吸去情境, 分毫也未收回,這一驚真非同小可,因覺出地下直通向前,喊聲不好, 連懷也未故得再說,便中頓光朝前飛去,身剛起在空中,便見前面雙隔十如里山谷之中, 有一人手在地上,手指筆大的一圈光滑,正收地底石出來的彩煙,以指成殘美,目光到處,殘煙已被收盡, 那人動作極快,仿眼發作一道精明無比的清光,破胸而起,不禁大路, 望中頓光趕去,紅髮老祖飛行河等神速,竟會沒乃人快,眼看清光朝東北方飛去,光並不長, 只視其量,非得其高,神速已結,多年心血收集祭煉之寶,自不甘心失去, 一面加緊追趕,又將化血塵刀隔軟飛出,那支營追不上,非頓迅速,一會追出五百里外,眼看快被化血塵刀追上,清光一閃,忽然不見, 連乃人相貌也未認出,料定須不是我眉門下,也必一當,或是應援之人, 巢月必在左近,急得連使了兩次極確度的禁咒,對方只自知不理,並無一人出現, 仲妖途黨與多人,也隨後趕到,雙助搜尋敵中,由各司法力禁制, 再雙了不少毒蛇盲獸,始終尋不到一點線索,代要罷休,忽聽哨聲痴痴, 起自左近,忽東忽西,人卻不見,跟蹤一手索,又無績笑可尋,平白氣急暴跳,無計可思, 紅髮老祖師,紅髮老祖師徒和眾妖人全被擊得怒不可白, 立世非將仇敵尋到不可, 徹者讓滿山搜索,亡亂了半日, 指插把荒原百如里的山聯溪谷返了,過轉,最後才聽後面齊聲冷笑, 荒而敵人忍不住就罵,出來對敵,分球趕過一看, 笑聲驅在原法之處,卻形無人影,連用法寶,飛刀,飛叉,照那法聲之處夾攻上去, 依舊空無一物,笑卻不住,紅髮老祖見葬剛剛醒悟, 正招呼仁俗將法寶修回,免再宜小,忽聽巴的一聲, 四方八面小聲忽然停止,以後更無聲音, 紅髮老祖自知雕人想當,方在愧睡就罵, 猛想起出來時久,巢月空虛,莫要忠人吊虎離山之計, 放柔是兩雙仇恨,虎是丹丹,是玉是隙而動,現時大事可慮, 喝聲,速迴,望中頓光,率領仲妖人往回路急洗而去, 原來呂神應已靜,乃姑等率領仲同門, 呼了六個死屍到了地底,連續行了百如禮, 回顧身後無人追來,才放了心,乃姑回顧異症,問道, 老怪物化血塵都幾未使用,此時有未追來, 我們到了碧雲潭,可以松容救人,大事行事, 易靜到,老怪物許是大意了些, 由因我們作日陣中傷了不少妖逃,今日殺傷更重, 仇恨越深,以為化血塵都,我們的法寶,非劍有的可以抵敵, 就能傷人,也不會多,他那五魂桃花將毒, 一舉可以毒死多人,忘了同時使用,等到想起, 以言無及,入地以前,我回顧他以轉眼追近,忽然終止, 決無如此便宜的事,我逢他追, 真思五丁開山之法,在人口左則開一地月,因是全力開通, 入地頗深,他到時,地底還有動靜,月中地道與此且行傷病,也還不近, 他不入地內窮追,必以扯法,以保,神都,獨將之類放入, 以獄亂殺竊行,等到盡頭越左,他必當我們入時衝逼, 上面未及還原,到了地底,恐他追來,才將地道封閉, 這時不是依照哪條假地道盲目前宮,便是誰頭喪氣,回去再打主已報復了, 以我推長,想教師尊先是,我們的難不止此, 決非六位同門便算英典,恐懷有不少遭殃,才算了時,以後再如遇上妖人, 可還將今日這等無失嗎?這隻位同門師兄姊妹,是你用佛牌全聲請來的嗎? 乃姑笑道,難為你真會想,那法牌一徑行法人面其激動, 所有此牌的眾同漫傳唯有感覺,在一憑法雙鷹,千里如對, 不是指向一人,我如請人相助,你和情媒相隔得最近,可天見嗎? 已靜到,這曾我也想到,因方,原二位道有先居,外切重重禁制,行法人不知何方先人, 神妙罕見,嚴密已結,又見諸同門來得特惡。 四方講到,不謀而合,所以而心你全聲告急時,也許為此發所了你,乃姑笑到, 連我也事道道老怪千年楊何所念靈約而後,得人指點,才知道的,已靜起道, 老怪靈約,竟會被你道裡,先前你說可以松容救人,我還不甚放心, 不過准知這中毒的人,缺無空折之理,齊意只有得了大方山路先婆靈約, 恰是六粒,正好合用,以為到了地頭,向他求救,想不到有此一舉,真可配可喜呢? 但是諸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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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行世坦白,以正文言,一旋途情方向,果然快到, 再看方,原意仁寶鏡,再有十里變道,望趕向前去, 招呼夜市弟兄留意,並將寶鏡遙過,照路前行, 一會便將湖前塵埃從地底越過,到了湖前平地之上, 一聲雷震,烈地上升,而市弟兄當先出土,修了九天十地匹魔神疏, 眾人雖然大獲全聖,因有六人中毒生死代咎, 見了當地美景,也無心觀賞,衝人由方, 原意仁行發,從紅橋上飛到過去,到後, 奔主一面禮罪隱見,一面把身若蘭等六人放在洞中石塔之上外島, 乃故將所到令約取出,分語義,李、方、原、臨寒、陸容波六人, 將新得來的字發傳了,取來湖水,割含了一塊在口中,再含一口湖水,混用完工,潮死人頭上噴去, 乃若立立法作一片綠煙, 驟向死人面上,六人再用真氣微微吹動, 使其由頭到腳,順序布滿,籠罩全身, 若有半頓飯時,眼看死人身有極淡採煙霧起, 吃綠氣籠住,漸漸在內燒眉,那綠氣也由濃而淡,以至於無, 再將另一種迫綠清香的丹軟給每人口中石料一入, 本事通體烏黑,面如烏金,氣息全無, 自從採煙霧起,與綠氣一併消滅,面色變逐漸恢復, 與誰屬中相似,眾人多到,好鳥,乃孤到,早餓, 雖然六位與門功力不同,回生許有先後,但那將毒其烈, 傳譽小說也須一個對時以後,此時不過保得命在, 由復了同時並用的靈藥,否則毒需去盡,內苦五臟不免受傷, 哪痛楚先難忍仇,這還是有根骨的修道之事? 與援援上人,就這一會功夫,不化成一攤濃血,也只勝個骨頭較了, 你道險是不險,乃孤說時,撇見隨場外耳目未啟,嘴唇欲動, 知他修練功心,恢復較早,望走近前,向陸人大聲說道, 諸偉師兄師妹終了擾人將毒,此時光舊回生,才有知覺, 千萬閉目養神,不可強自然動,也不可暗用員工, 能將上人睡上半日最好,如想快些復原,反更曼了, 讓你,新若蘭,莊兒本也相繼恢復之覺,聞然一齊閉目養神, 一回,吾梅,催耳也自回醒,因有眾人守候定竹,不再言動,眾人見狀, 料以無外,乃孤又吸陸人口中國失了一粒單藥,方此同去外間,各醉前事, 口中無外丁目,堅持人手揮外職,降入人、智陽和同的思想, 寧可天明山,俊復駅,環境與智慧帶給予生日, 寧可天明山不進帝,報道歸山視修製 stating, 感谢观看